掌声有请这一位 有请 男嘉宾小张 24岁 来自重庆 设计师 女嘉宾小王 21岁 来自天津学生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小片里我看是针锋相对的 你是在他公司实习的时候 认识的他是吗 对 他是不是快毕业了 在我们公司实习 当时认识也是 一个机缘巧合吧 他来实习的第一天 我觉得就那种 一见钟情的感觉 你对他一见钟情 是吧 对 然后呢 然后就慢慢地对他好 然后我就觉得 我要娶他回家 和他永远在一起 然后就为此 我付出了很多很多 放弃了我整个的人生规划 就是为了他 我在天津已经买房了 没有遇见他之前 我是打算就是在天津 在工作两年 然后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室内设计师 然后我就想回重庆那边 自己开一个工作室 然后后来就是和他在一起嘛 我觉得我那些规划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他 对 重要的是和他在一起 和他结婚 婚房都买了 对 那你们谈恋爱谈了多久啊 一年多久 对 说到这个我就想说 当时我们没有谈多久 就是谈了也就几个星期 然后有一次我们去吃饭 然后当时就是那个餐厅 其实蛮火的就很多人 他当时就下跪就跟我请问我 就当时我都懵了 就刚认识几个星期 而且他还说什么 哦 一毕业我们就领证 就我觉得这个想法就太快了 而且我觉得我还小 而且其实他这个目的 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的不自信 你就他不自信什么程度 我出去穿衣服他都管 然后工作也管 交什么朋友他都管 我就想知道 我跟你结婚了 法拉领的证 一纸婚约真的就能捆绑住一个人吗 我 主持人 我就这件事 我给他解释过无数次了 真的 我承认那天是突然跟你求婚 是我挺唐突的 但是我作为一个男生 我主动愿意 就是给你这样一个承诺 我给得起你承诺 我觉得这样是一个 特别好的事情 认识了几个星期 你就向人姑娘求婚了 是这意思吧 对 对你来说是发自内心的 对不对 对 对你来说有点唐突 对 吓着你了 是吧 对 那后来呢 后来他不喜欢吗 我就减少了这样的那些什么 然后我就给他说 我说咱们毕业之后就领证吧 他不也快毕业了吗 然后他也觉得我过分 那你说我在天津都把房买了 我就是为了娶他 我才买的房 不然我就回重庆了 但我觉得就是和他在一起 这一年多就是 他总是我对他做的所有事情 真的所有事情 我问问这姑娘 是说这臭小子 为你做了很多事吗 是 我是能感受到 他对我的好一心一意的 但是他就是老疑神疑鬼的 就总想把我绑在他身边 你怎么会觉得他要绑你呢 有具体的势力吗 就是不是说那个买 他买房子了吗 但是因为房子没有下来 他还是要租房子住 然后他说 接手那个经济开支 就让我和他一起去合租 就完全就不是那个目的 不是节省开支 就完全就是想让我天天陪着他 就把我捆在他身边 租了吗 没有 我不同意 我说合租 我根本就没有他想的那么不堪 就是我想的就是你过来合租 咱们就能省钱花 而且就是 就他 天津姑娘跟你合租什么呀 他住学校宿舍一分钱不花的 他是在 我应该跟您说一说他那工作那事 就因为他是一开始就是因为我跟他求婚了 然后我就想着把他就调到我的身边来做我的那个设计师的助理 他倒好 就是我给他安排这个职位 我去请人家吃饭给人家送礼 把他调到这个职位来 他自己辞职了 去一个英语教育机构做前台 去了入职那天才告诉我 那你的目的是为了我好吗 那我不是为了你 那你不就是让我再待在你身边吗 那我们 就我不觉得恋爱和工作能混为一谈 我可以慢慢 他平时穿的就 就特别暴露 夏天了穿个短裤 就也热啊 露个腿挺美的 那怎么了 他那短裤短到什么程度 就 就真的特别短 上面露肩膀 下面露肚脐 就 你说你那个跟批换毛巾上 就有什么区别 大家接受女孩子那样穿的多了 不不不 就是他穿的简单了点 是这意思吧 这太简单了吧 我睡衣都比他长 而且就是八晚上回家 如果出什么事 不是 我怎么就是那个冤大头的 怎么就倒霉到我身上呢 哪个受害者是知道他要倒霉的 对不对 不谈受害这件事啊 总之就是说 你为他安排了工作 他不领你的情 对 而且就是 不要了 他那衣服 人家现在不是 微博啊 抖音那上面 就是那个流行穿那种运动服吗 然后我就存了很久的钱 然后给他买了好几套那种衣服 给他寄到他学校去 一次没穿过 对 那是你强加给我的 我不喜欢那个风格 你非要让我穿 谁夏天穿着长裤长袖出去啊 我不就穿长裤长裤 我觉得挺好吧 对 那是你自己啊 你说你不喜欢 你不喜欢我抽烟 我不也把烟记了吗 你为我穿那衣服能怎么让 我是说我不喜欢你抽烟 我没有让你去借 而且他当时就是说什么 我进了烟 你就要去穿那个运动服 凭什么 凭我是你男朋友 我觉得我让你做一点感觉 对 那是我喜欢的事情 你喜欢 他喜欢的事情 真的说出来你都觉得无聊 不不 那不一定 你说说啊 他自己就星期六星期天 去做那种 就是特别无聊的事情 去做那种礼仪还是什么的 就那种就大广场往那里处 就站一天 有一次我去看到他 就穿特别短 那种奇葩就开叉 就开到脑门那种 不是 奇葩 没有那么夸张 这就抖鼻不穿了 反正就跟那个大哥 穿脸一样嘛 你说我是他男朋友 我怎么能受得了 然后我就上去 因为那天特别冷 我就把我的外套给他披上 他还觉得 觉得我丢他脸了 你知道吗 那你觉得你这样做不可笑吗 我在那工作 当时我的朋友 我同事领导都在那 就跟我拉拉扯扯的 跟我劈上来 我拖下去 当时要有个方 我就恨不得钻进去的 那你就不能就是为此 就为我做一点改变吗 你知道吗 你就让我觉得 我特别没有安全感 钟晓 你喜欢他吗 我一开始 其实我觉得他对我 确实挺好的 我也是喜欢他的 就他这些做法 真的太过分了 我先问您 你喜欢他吗 我喜欢他 现在还喜欢吗 现在我也喜欢 就是他 我就希望他能改变这些东西 以前谈过恋爱吗 以前谈过 我为什么就是 为你做这些事情 你老是曲解我 说我怀疑你什么 你真正给过我安全感吗 就是 他做了什么 你天天在这儿 因为我们也 这个特别像一个怨妇 你知道吗 这个特别像那个花心男人 你知道吗 对 他就是自己不自信 就花心男人在这边 然后这边是个小怨妇 来 您说说 你怎么让我自信 不是 你说你怎么不自信 他做了什么了 我们有一次 就是出去吃饭 就开完店吃饭 就是大家乐乐呵呵的 就他吃了吃了 就忽然接个电话 他前男友给他打了 大晚上他前男友 喝醉了第一时间 给你打电话 我坐旁边呢 打完电话 打了好几分钟 我问他 我说谈什么了 马上就开始大发雷霆 就是我怀疑他 那你本来就是怀疑我 那是前男友 但现在我们是朋友 就很正常的朋友之间的交谈 都不可以吗 那为什么我的前女友 就不是我的朋友啊 我的前女友 我连支付宝都给他删了 而且就是 他的一切生活 就是从来不跟我透露 就是我去了解一点点 他就觉得我在怀疑他 那他的朋友 你都认识吗 不认识 我和他在一起一年多 他经常和他朋友 晚上出去玩 然后我给他打电话 发微信不回 打电话的话 接着就冷言冷语的 我说那我跟你们 一起去玩吧 是吧 大家也认识认识 不行 不那我玩的时候 我怎么回你消息 就说朋友这件事吧 我敢让我朋友 去认识你吗 就当时那个 这小伙子怎么了 怎么就不敢呢 你是觉得我 拿不出手 不是他前男友那件事情 就打了个电话而已 他就疑神疑鬼的 他就跑到我们学校 和我一个就是 关系不好的女生 去打探我的消息 就私自的 就没有问过我 然后去打听我的消息 就跟我关系不好 肯定就说我坏话呀 就全都信了 然后就过来质问我 人家说的都是实话好吗 你自己扪心自问 人家说的哪一个点 是天有加醋的 我去问他 人家那个不是你朋友 是你室友 和他朝夕相处的室友 可我跟他说过很多次 那个朋友和我关系不好 那我能找你和你关系好 我和你找你和你关系好 我不是就露馅了吗 而且就是 我去找他室友 我去请他室友吃饭 他室友特别干脆地就答应了 我以为要飞一番手脚 结果我没想到 他室友以为 我是他的追求者之一 就是也是那些 拿着爱的号码那些人 就以为我也是追求者 我觉得特别莫名其妙 后来他室友告诉我 就是他在学校的时候 很多男生给他送东西 送花送礼物 约他出去玩 他从来没告诉过我 我觉得这是 你告诉我就是想事 那些好意我都已经拒绝了 拒绝就没有必要再告诉你了 我不可能随便拉一个人来就说 我有男朋友 你不要对我这样子 那你说你拒绝人家的好意 那你为什么直接不把他删了呢 我直接当着他的面 把我手机里面 有关系的没关系的 所有异性 是不是 我都删了 温箱都删了 然后我让他删那些男生朋友 不删 还和我吵架 那我觉得那些 都是正常的交往 没必要删 而且删那些异性 都是你自己愿意的 我没有强迫你去那样做 那为什么我就愿意 为了你这么做呢 我很好奇的是 你为什么不带他 进你朋友的圈子 我觉得那是我的朋友 而且我们有共同话题 他去了 我反而就觉得我不自在 那他跟你是啥关系啊 他是我男朋友 你还知道我是你男朋友呢 就是你的男朋友 你只要把他带到你朋友圈子里 你还会不自在 那是为什么呢 都是女生嘛 女孩子在一起 说说说话什么的 也有男生 就是他们晚上出去玩 就有男有女的 你咋知道的呢 兄弟 我后来打听的 你也是找敌人打听的 是吗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而且就是就他那个那些朋友 你说没有共同语言 你谁谁生下来就是有朋友的 你生下来你就交到朋友了 我们不得慢慢地交嘛 对吧 你是特想娶她吗 是 就这女生你喜欢她什么呀 就是她只要你只要 我也说不上来 这我帮你分析分析啊 就是搞不定 对 所以你喜欢是吧 对 其实要真搞定 你也没这么喜欢了就 她一开始就我觉得 她就是虚荣心 她就是总说我长得好看 就是她总想让我去 你自己觉得你行吗 我觉得我长得一般 我觉得她长得好 就是这件事是什么 她就是让我去见她的朋友 总带我去见 我说我不去 她也不乐意 她就是跟她的父母啊 亲戚就是朋友 总说啊我女朋友很好看 下次出来吃饭一定要带着 我觉得我自己长得就是一般 而且出去了 别人就说啊你女朋友 也就长得这样 那回来尴尬 对人的是我不是她 她就是什么事情都抛给我 就是她喜欢的事情 她觉得对我好的事情 她都对我做 可是她不知道我喜不喜欢 她一次都没去见过 就你的朋友你不让我见 我的朋友你也不来见 你怎么知道 人家对你什么评价呀 就是他们就说你不好 我就说他们呢 而且就是我每次就是 我经常跟我的朋友说 我说我的仙女友 就是长得特别好看 就是她每次我说的做东西 就是大家出来吃饭呢 玩啊唱歌什么的 不来从来不来 你让我觉得 我特别没有面子 你知道吗 不是你以后这么介绍 说我现在女朋友特别丑 这我带出来给大家见见 别吓着你们 你去不去啊 我考虑考虑吧 你看 她没跟我说这样吧 她就是 不是你不需要吗 你就这么说吗 不是她要找刺 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 为什么针尖对卖忙 我为了给你承诺 我买房 错 你不是给我承诺 你是要绑着我 我为了让你少走弯路 所以我通过我的途径和门路 为你争取了我的助理 不行 你是为了看着我 作为一个女生 你最好在穿上面 别穿得那么简单 作为一个男人 心里不舒服 不行 你那时约束我 把你的朋友圈 亮给我吧 不可以 我不自在 那你来我的朋友圈吧 得了吧 谁去呀 最后女生得出一个结论 你不是爱我 你是为了管我 对 男生得出结论是 为什么我这么爱你 你还不被打动呢 是这意思吧 不是主持人 还有一件事 还有呢 说 就是导致我来这节目的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的朋友圈 不是经常就是 发我们俩的合照啊 就比如说 就反正一些 那小情侣该发的 那些东西 他的朋友圈一条没有 就有一天 忽然我看到又有一条 然后就是一张照片 但是没有配文字 虽然很简单啊 我觉得特别 特别开心 特别感动 然后到后来 就是他终于把你 公布出来 对对对 我以为是 后来我一翻他手机 结果那个朋友圈 仅对我可见 就只有你一个人 能看见 是这意思吧 对 那那么做完 就是因为他在我旁边 刀刀刀刀刀 我就很烦 你说我发了吧 也不行 不发也不行 你到底想让我怎么办 你那是发 你那是发嘛 你那就是敷衍我 你就你 我们俩的关系 就怎么就不能 拿到台面上 我理解你啊 那我很好奇就是 这个小伙子 哪长得有问题 你都不愿意让他 在朋友圈里露个脸 不是 我觉得 秀恩爱这件事 不用那么着急 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 咱们两个人过好了就行了 你为什么非得 说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过得怎么样 你知道吗 听明白了 我们在一起 一年多的时间 你的朋友知不知道我 我都不知道 你的室友肯定是 不知道我的 我是知道的 就是 因为你侦查过他 对 不是侦查 就是了解生活 了解了 我们俩的关系 给我的感觉就是 我们俩完全在隐恋 你又不是什么明星 你隐什么恋呢 隐恋 我现在是你的隐心男友 还是隐的备胎啊 就是让我特别地 觉得咱们不平衡 我觉得特别委屈 听懂了 听懂了 所以我觉得 我们俩的关系 真的 那你觉得是隐恋吗 我觉得不是隐恋啊 我又没有跟大家说 我没有男朋友 那你也没跟大家说 你有男朋友 大家也没问我啊 我的朋友不也没问我吗 这个逻辑啊 很厉害 反正我是觉得 余姐 我觉得 不是你不要那么忧怨好吗 她自己一个人 反正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 因为这对我来说 太过公平了 我付出这么多 你看你看 我们都听到了 我们都听到了 反正 那你今天来 你希望什么呢 因为她经常就是觉得 我这样不对 但是呢 我的朋友又觉得 我这样是对的 然后我自己 我确实不知道 我自己是对是错 就是对于这段感情 你都没把握了 是这意思吧 我真没把握了 好吧 来吧 各位老师 听听你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男生现在处于爱情的迷茫期 女生现在处于爱情的叛逆期 什么是叛逆期 我们大家记得吧 十四五岁的时候 爹妈越不让干啥 越干啥 他现在就处于这个阶段 他为什么会这么叛逆呢 都是让你给逼的 你在天津买房 是他让你买的吗 不是 你把自己微信当中的 所有的异性都删掉 是他让你删的吗 不是 你把你自己做的这些 所谓的对他好 全部都强加给他了 你以为这是一只鸟 其实它非常的厉害 有着自己的神逻辑存在着 他所有的对于你做的种种行为 在他的思维判断里 全部都是负向 为什么呢 一个是你给他了过大的压力 另外一个 咱就说说这个 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这件事情 什么叫敌人的敌人是朋友 在这个逻辑顺序当中 他就是敌人 你自己就已经把他推向了你的对立面 你怎么能怪他叛逆呢 包括你去跟他的所谓的不喜欢的那个室友坐下来 哎呀 吃饭 聊他的过去种种 我告诉你 如果是我的另一半 找我不喜欢的人 说话都不行 你要爱屋即屋 厌屋即屋 咱俩才是同一阵线上的 现在我就是你的敌人 如果我是敌人的话 那我所有的事情当然都是互相的思考 这是男孩的问题 女孩 追求者多 你不多 好多男孩喜欢你 正常他觉得你漂亮 我也觉得你很漂亮 但是对面的这个人 对你一见钟情 把你当成后半生的相许 可是你并没有 你就是隐恋啊 我不知道你对他哪方面不满 是外形 是工作 是条件 还是对你的爱 总之我刚才提到的方方面面当中 一定有你不满意的地方 绝不是你心目当中的理想性 所以你现在的态度是什么 我们那老话讲的怎么叫 骑驴找马 就是你对于你现在这个男朋友的这种态度 我前面是支持你的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又觉得你 不够厚荡 什么是好的恋爱 就是我们在情感当中 彼此依赖 在精神上相对独立 祝你们 幸福 谢谢 为什么不给我发朋友圈 为什么不告诉别人有我存在 为什么不把我介绍给朋友 以前都是女生质问男生的 你看现在都是男生质问女生了 爱一个人 我们是改造他呢 还是尊重他呢 改造他满足了你的需要 尊重他 成全你们两个人 那究竟哪一种才是真正的爱呢 就爱到底是什么呢 就你现在一直在说 你要给我删这个 你要给我改那个 这是改造呢 还是尊重呢 是为了满足自己呢 还是为了成全他呢 我觉得对女生来说 就是恋人未满嘛 其实你就承认这一点嘛 你就恋人未满嘛 或者说恋人忌满 刚刚满了一点点 我勉强可以在你面前 承认你是我男朋友 但还没有到那种 我可以对外大声宣布 你是我男朋友 就承认这一点 你就告诉他这一点嘛 至于你 你说你已经是我老婆了 我将来的怎么怎么的 那是你的想法嘛 跟他想法有什么关系呢 就今天很明显 我就直接告诉你 你在这个姑娘眼里面 你确实比追求他那些男生 要重要一点 但是还没有重要到 你是他老公的一个程度 就是你还需要再追求他嘛 你还需要让他再看到 你是支撑他的 你是可以成全他的 你是可以尊重他的 那样的一个人 他才可以慢慢地给你 把地位再提上去嘛 我觉得你不要给他 过多的误解 你就告诉他嘛 我现在我跟你的关系 就还没有到 让我的朋友 让我的室友 知道你的存在的关系 也许过一段时间就可以 但现在还没有 就告诉他嘛 相处这件事情 有很多男生也好 女生也好 有一个误解 你看我们两个人谈恋爱 我们两人在相处 所以我们一定要爱下去 我们一定要结婚 其实真的不是 相处是检验 我们要不要爱下去的 一个过程 在相处的过程里面 如果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那我们就不要爱下去了 相处的过程里面 我们觉得我们特别合适 那我们就继续相爱 甚至于将来我们可以结婚 都是可以的 千万不要把相处 当成绑架对方的一种手段 而且相处是分阶段的 现在这个阶段 就处于最前期 行百里半九十 兄弟 你这个慢慢征途 还远着呢 好吧 自己好好想想 你也跟他实话实说 就这样 我是希望 女生是越来越独立的 然后当然我也希望能够 遇到更多大格局的女生 但大格局的女生 她们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独立 专注 懂爱 懂爱包括 懂得如何去爱别人 和懂得如何自爱 你知道吗 你现在把你自己 放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位置上 你其实就是引恋 第一 你的朋友不知道 男朋友的存在 朋友圈 隐藏你的男朋友 也就是说 除了你自己 这世界上 有任何一个人 知道或者认可 他是你的男朋友吗 这还不叫引恋 叫什么 然后你用你一套神逻辑 去说服你自己 其实你是不想为了他 拒绝更多的一些 可能性 但这是一个 非常危险的信号 因为 在外人看来 这个世界没有 不透风的墙 你交男朋友 你以为 瞒得住身边的人啊 你身边任何一个朋友 只要是你朋友 很聪明 在你的朋友 他们会怎么看你 不论男生女生 包括你的敌人 跟你一个关系不好的人 他会看到说 哎呦 你看看他 他男朋友都来找我 打探他的消息 他得是一什么样的人 你想想 你想想你在你周围朋友 眼里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所以你在干嘛呀 你在做一件非常得不偿失的事 自作聪明以为 我可能会找到更好的 殊不知其实 在别人的眼里 你是一个对爱情可能 不太那么专一的女孩子 对于男生来说的是什么呢 你不能以你的爱情标准 来衡量所有人爱的方式 不是说我不按照你这样爱人的方式 就不够爱你 你爱一个人 是你有你的方式 有你的标准 可是我爱你的方式 不是这样的 你爱我你不能束缚我 爱一个人 真正最高的境界是成全他 而不是束缚他 你不让他穿短裙 不让他干这 不让他干那 你觉得他对你来说 是一个爱人吗 如果真的爱一个人 是以他束缚的方式来爱他 而不是以我束缚的方式去爱他 知道了吗 好 谢谢你们 你所有的行为 特别像碰瓷的 就别人正常行驶着 你为了讹上别人一辈子 你把自己的脚打残 然后贴上车去 而这所有的一切都会让人反感 我不知道你下一个手段 到底是什么 但是就找他的敌人来调查他 这一点而言 你干的挺阴暗的 女生 你有没有想过 一个你的追求者 找你的敌人来调查你 自己做人为什么会这么失败 为什么谈一场恋爱 会谈成这样 你有想过吗 在不坦诚的交流过程当中 你所有的隐秘 都成为他窥似的欲望 你越是这样 我就越想要看 你越是这样 我就越想要改变你 将来如果你还坚持这样的 处事的方式 你会碰上一个轨迹更多端的人 你觉得你有那个脑子就防备了 说实话 这个男生虽然有一些方式并不高明 也不敞亮 但多少 他还保持了做一个男人的底线 如果你要是遇上一个没有那么有底线的男人 做出一些伤害你的事情 你作为一个女性大概是无力反抗的 所以你不要把这件事情越扯越深了 你应该及时地终止他 等到他付出的东西越来越多 舍弃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 当回不了头的时候 到那个时候你怎么办 不要自作聪明了 不爱就不爱 不要让对方再陷入下去 这种游戏一点都不好玩 你也别碰瓷了 该干自己的活干自己的活去 谢谢 你在去找他的那个宿舍的女生去聊天的时候 你知道她们是敌人吗 是事先知道还是事后知道 事先知道 事先就知道 那这个事就做得非常的不好 女生自己想清楚吧 爱还是不爱 不爱就算了 不能这样 这个其实最不好的 如果说女生有什么瑕疵的话 做得不好的话 就是太容易 对一段感情没有一个清晰的判断 你可以接受人跟你分手吗 我可以 我可以 也可以对吧 恋爱 恋爱其实是通过相处来决定是否要在一起 而女生其实说白了 你没有让她了解 这一年恋爱等于没谈 这一年的恋爱变成了我猜 我猜猜猜猜 这边是我躲 我躲 我躲躲躲 你们就根本就没有恋爱过 心里面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所以坦诚一些 女生也不要委屈 不爱 就直接说 对不起 我不爱你 我们没可能 男生 明明知道别人不爱就算了 天涯何处无芳草啊 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 我觉得如果一开始的时候 你不对我那么多的管束 不把我总想 躺在你身边的话 你再自信一点 我觉得我们的感情 不至于走到这一步 我一开始 是觉得 两个人谈恋爱不是一加一等于二 我觉得是零点五加零点五等于一 但是 但是我发现我 我好像找错了 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 说什么 两灯吧 谢谢两妹分享了 这一年来的这个爱情故事 谢谢两妹 请回吧 谢谢你 来 请关门 看结果吧 谢谢